记者李荣平桃园报道,桃园市杨梅警分局昨日接获民众报案,只称杨梅屈心梅酒街巷弄内有夫妻打架,时报互砍纠纷,副所长郭亦成,警员黄继尾等六名援警赶往现场,废了一番唇舌终于调停家庭纠纷,却意外发现该名男子为强盗通缉犯讯后将人一送发便。 警方调查抵达现场敲打报案住持的家门,经过很长时间,才见一名女子终于开门,她气愤表示和老公发生争吵,但并没有持刀护砍这么夸张。 园警健壮没有持刀危险情势,以家和万事心进行规券,与夫妻良好说再说,纠纷中平息。 园警本月潮入双方资料后便离开透过警用小电脑查询,发现该名32岁的吴姓男子在今年9月遭台北地方法院发布强盗通缉。 吴南得知被通缉相当错愕,并变称离乡在杨梅珠屋超过半年,不知道自身有案件需开庭而遭到通缉。 警方处理家庭纠纷意外查到通缉犯实在巧合。 。 请者.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此�서 視察